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治集结号 我是亚冰 有一部曾经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叫拆弹部队 它讲述的是拆弹专家执行任务的故事 从这个影片我们也了解到这项工作所包含的极端的危险性 那今天的江苏最美警察系列报道 我就要带您去认识我们身边的排暴英雄 陈苏宁 南京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安检防暴民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工作这么长时间 印象如果说是最深刻的呢 江边处置一个航弹 这个弹体积非常庞大 船边和码头边的人全部都清空了 两个人 一条船 一个炸弹 这是一个完美的工作 谁不害怕 都要害怕 但是就是因为害怕 所以就要认真 仔细 绝不能出现失误 因为出现失误了不单单是自己一个人 还有你身边的战友 同事 我们一起共事 一起出生入死 整个队伍的感情都非常好 干这行十多年了 其中呢 也有几次可以调动的机会 但是呢 我都没有走 以后的十年 二十年 我想呢 我还会继续地干下去 唯一遗憾的呢 就是 有点对家人 对妻子 对儿子 有点愧疚 我的爸爸他是一名特警 他整天都皱着眉头 我想希望他有更多的时间和我吧 老婆 几年前才知道我是真正是敢拍报的 从埋怨 到理解 到支持 因为爱她 所以支持她 所以理解她 也愿意为她去付出 韩军 徐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排报中队长 韩军最爱这套防暴服 他笑称 这是警队最贵的一套服装了 和奥斯卡获奖大片 拆弹专家里的防暴服是一样的 对于排报民警来说 拆除一枚炸弹 需要绝对过硬的技术和心理素质 韩军印象最深的一次排报 发生在2010年 徐州虽宁建 有两个遥控炸弹 装药量已经超过我们这个 排报服的抗暴能力了 这样的情况下 即便穿着防暴服 也难抵挡住炸弹的危险 而当时炸弹在人流密集区 多一分钟就多一份危险 韩军决定立即拆弹 没有完全按照工作要求 就是穿着排报服进行拆除 也感到一定害怕 毕竟呢 要炸的话 有排报服跟排报服还是不一样 排报服还能保证你不至于炸太碎 别人说 韩军是个勇士 他说自己是个幸运儿 上百次参与搜报 排报 销报 二十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他说 自己会带着这份幸运 继续在刀尖上行走 是啊 作为排报英雄 并不是他们自己不害怕 他们将自己置于危险当中 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向他们致敬 唯有祝愿他们平安健康